嗨 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我们来看看这边的这四个变形器的一个功能 我首先我们来看看这个修正的一个变形器 那么这个修正的变形器它有两个主要的作用 那么首先是我们给当前这个平面添加一个修正的变形器 那么当前我们这个平面是并没有进行一个塌陷的 也就是说并没有对它进行一个吸掉 那么我们进入这个点模式 实际上是我们不能对它任何一个点进行一个修改 那么如果我们给它添加了一个修正的一个变形器 那么现在我们选中这个修正变形器 那么我们把这个选择工具手柄改小一点 然后我们就可以对它的这个点来进行移动 随意的移动 那么这个是修正变形器的第一个作用 也就是说可以对我们这些完全没有塌陷掉的这些模型 直接来修改它里面的这些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这边通过修正变形器里面的强度 来控制我们已经修改过的这些点的一个变化 当它改成0%的时候 那么我们这个平面就是原来这个状态 那么改成100%之后 那么就是我们修改过它点的这些位置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修改好这些点之后 不想再对当前这个修正进行修改 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锁定值 那么点击锁定之后 我们就不能再对这个修正 来移动它里面的这些点了 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说放 那么这个说放的意思就是说 当没有勾起的时候 那我们修改这个平面的一个宽高 而我们移动过这些点 它的一个位置 它最高点是不会被改变的 那么现在我们来说放一下它的一个宽度 可以看到它最高点还是保持在原来这个位置 那如果我们勾起这个说放 那这时候我们来对这个平面的一个宽度和高度进行说放 那么这个最高点的位置 同样的会跟随着一起来改变 当我们缩小它的时候 我们这个位置最高点的位置也会相应的改变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说放 然后在这边有三种不同的一个映射的方式 那么有UV的算法 临近的算法 还有根据法线方向来进行映射的一个方法 那么99%以上的工程 我们都采用这个临近的算法就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修正变形器的第一种用法 也就是说对我们没有塌陷掉的这些模型 来进行移动它的这些点 那么第二种情况就是我们新建的一个模型 然后这个模型的一个结构我们已经是调整好了 现在我想对这个模型做一系列的动画 但是我又不想改变它的结构 因为我们在后面还想调用回来这个原始的这个结构 那么像是这个R字我想对它这一笔做一个动画 那么正常的情况下我们是进入这个点模式 然后选中这里面的点 然后勾起这个PLA的一个记录 那么在原始的状态下K上一针 然后接下来在这边我们再打上一针 那么就有这样的一个动画 那么这样子做动画的一个不好的地方 就是它直接改变我们这个文字的一个结构 也就是说我们到时候回复到原样的时候是比较麻烦 我们必须要把这些关键针全部清理掉 那么才会回复到原样 或者是我们要对当前这个模型进行一个备份 那么我们可以在这边我先把按Cmue加Z 把这些关键针去掉 那么如果我们直接通过这个修正变形器 那么就可以避免了这一步的麻烦 直接给它添加一个修正变形器 添加之后 那么实际上我们现在就不需要改变它的一个结构了 直接在这个修正变形器里面 对它做关键针动画就可以了 那么现在我们进入这个选择工具 进入这个点模式 那么选择工具里面我们选择一个柔和的选择方式 那么我们选中这个修正变形器 选中它的一些点 在这边我们选中 这些点 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啊 选中这个模型 来看看我们这个游信选择的一个半径值 我们可以在这边调整它的一个半径 那假设我现在仅仅想让它影响到这一块 那么我们调整好其实是的一个半径 那么继续进入这个修正变形器 那么我们选中这些点 我们在这边勾起它的这个仅选择可见元素 那么就不会选到后面的这些元素了 我们选中这边的点 然后按住shift键 包括这边的点我们也选上 然后我们选中这些点之后 就可以移动一下这个修正变形器 楼上来一点点 好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修正变形器的一个强度 来做关键的动画 那么在第0帧的时候 我让它强度是0% 那么在第10帧的时候 让它强度是100% 那么现在我们就在没有破坏原来这个模型的一个结构的情况下 就可以单独的对我们这一笔做上这样的一个关键震动画 那么这个就是修正变形器的一个作用了 那假设我想回复到原样这个质的一个原样 我们直接把这个修正变形器关闭掉或者删除掉就可以了 对我们原来的这个结构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好 那么这个就是修正变形器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旁边有一个灿动变形器 那么我们给这个添加了修正变形器的这个文字 就是继续给它添加一个灿动变形器 然后注意它的关系 我们要把灿动放到修正变形器的下面 也就是说让我们这个文字先计算这个修正变形器的这一笔 让它有这样一个运动 接下来那么我们就让这个运动有这样的一个灿动 那么我们来播放 就看到当添加了这个灿动变形器之后 那么我们这一笔在延伸过来的时候就有这样一个灿动的一个效果 那么如果关闭实际上它是仅仅只是延伸过来 开启之后就有这样的一个弹性的效果 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灿动的参数 那我们可以通过修改这个强度 来控制我们这个弹性的一个强弱 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硬度 那如果我把这个硬度减少 那我们这个结构就变得更加松散一点 就这样的一个效果 那么我们也可以让它硬度变大一点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结构 那么这个结构一会儿再给大家介绍一下 然后这里有一个连字 那么这个连字增加之后 就让我们这个延伸的弹性动画就变得缓慢一点了 那么下面有一个运动比例 那么这个运动比例必须要勾起这个启动停止 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运动比例的一个百分比 来控制我们这个弹性动画的一个幅度 当我们增加 那么就看到我们这个弹性动画就延伸的比较多了 然后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高级里面 调整一下这个弹簧的一个数量 当这个数量增加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弹性动画就会更加剧烈一点 改成6 那么就看到这个幅度也是增加了 然后旁边是一个迭代值 那么一般情况下保持默认 如果这个迭代值不足的情况下 就会出现容易出现一些错乱 假设改成1 就看到它现在就有这样的一些照波的一个情况 那当然这个值也不能改的太高 改的太高的话 我们这个弹性动画就变得比较的硬了 假设改成10 好 或者是大幅度增加30 我们就看到我们这个 随着这个迭代值增加 同样的会影响到我们的这个弹性动画的一个变化 好 接下来我们回头看一下这边的这个结构啊 那么我们来去到旁边的这个模型 那么当前这个胶囊 我是给它添加了一个挤压与伸缩的一个变迹器 然后我对它的一个因子数做了一个关键帧动画 那么当前这个胶囊就有这样的一个动画的效果 然后同样的我们给它添加一个 颤动的变迹器把它挪到下面来 那么在默认的情况下我们来看看 哎就看到我们这个挤压与伸缩啊 在它变化的时候 虽然它现在有这样一个弹性的动画 但是它变化的时候啊 旁边这边出现了一些凹凸不平的一个抖动的一个情况 那如果你想消除这个抖动的情况 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这个结构值从百分之百 改成百分之零 那么就看到它现在变化的情况下 同时保留了这个弹性的动画 并且在这个边缘啊 不会出现刚才这些照波凹凸不平的一个情况 那么在默认情况下 百分之百的这个结构 那么就会有这样一个抖动的效果 那么我们可以根据实际的情况啊 来调整这个结构值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灿动变形器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 在这边有一个变形 那么这个变形啊实际上是要配合我们这个姿态变形标签来使用的 那么当前我有这样的一个头像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给当前这个模型在角色里面 给它添加一个姿态变形的一个标签 那么这个姿态变形啊 在之前的课程也是给大家讲解过 那么现在我想让它这个姿态变形影响我们当前这个头部的一个点 然后在基础的这个形态里面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状态 然后现在我让它这个姿态0 那么我们或者把它改一下名叫做姿态1 第一个姿态 那么我们进入这个点模式 然后我们同样的在这个选择工具里面调整一下我们这个选择工具的一个半径值 那么假设我现在选中这个点 那么很明显现在它影响范围啊比较大 那么我们把它改小一点 然后强度值稍微的减少一点 那么现在我想让它在这边按住修复键 制作一个微笑的一个表情 然后稍微的向下一点 包括中间的这一块 好 那么就假设是这样吧 在这边就不细条了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通过这边给我们当前的这个模型 直接添加一个姿态变形的一个变形器 那么默认它就会自动的添加上我们刚才修改过的这个姿态1 那么我们现在选中这个变形器 那么直接调整这边的百分比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可以对我们这个模型做关键帧动画了 就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一个变化 好 那么这个就是配合姿态变形标签了 我们先来使用的变形器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看在这边有一个收缩包裹 那么这个收缩包裹在做MG动画的时候也是经常使用的 然后现在有两个不同的模型 一个是球体 那么另外一个是 我给球体添加了一个膨胀的变形器 所制作的这样的一个模型 那么我们先把这个左边的这个模型隐藏起来 那么实际上就是给当前这个球体添加了一个膨胀 然后让它压缩一点 那么现在我们就可以给这个球体添加一个收缩包裹 那么我们把当前的这个模型 改变过的这个模型 先把它隐藏起来 直接拖到这个收缩包裹的目标对象里面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收缩包裹 让我们这个球体直接变换成我们这个修改过的模型的一个形状 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强度 在强度0%的时候 那么它就是一个球体 然后增加这个强度 那么它就会直接向我们这个修改过的模型进行一个过渡 所以说我们在做MG动画的时候 也经常用到这个收缩包裹的一个变形器 那如果我在这个变化的对象里面 它的位置是不一样的 那么我们开启右边的这个模型 那么我们把这个左边的模型先隐藏起来 那么现在我给这个球体的收缩包裹在它目标对象里面 拖进这个右边的这个对象 好 那么现在我们让它强度从0%改成100% 那么就看到啊 现在我们这个球体是并没有直接变换到它这个位置去 那么我们可以改变一下它的这个模式 那么它现在默认是一个沿着法线 也就是说它只会把我们这个球体 当前法线面是指向于这个模型的这些面 才会直接变换到我们的这个模型的一个位置去 那么我们如果改成这个目标轴 那么这个目标轴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当前这个球体啊 会直接全部去到我们这个模型的一个表面去 那改成一个目标轴之后 改成100% 那么就看到这球体就变成一块贴片 直接去到我们这个改变过的模型的一个表面去了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目标轴 那么现在我们把左边的在它同一轴心里面的这个模型再拖回去 好 那么在这边还有一个来源轴 那么这个来源轴就是以我们当前这个球体的轴心 和我们变化对下的一个轴心来进行匹对 然后有这样的一个变化的一个效果 那么实际上它们之间是有稍微有一点点的偏差 跟我们这个沿着法线 然后在这边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距离 那么这个最大距离就是要当我们这个模型啊 在不在同一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我们可以调整它这个最大的一个距离 那如果这个最大距离不够的时候 实际上我们当前这个模型是不会吸附过去的 那如果我们把这个值改小 那改成100cm 那么就说仅仅只会在距离100cm以内的这些面才会吸附过去 那么改成1000之后 我们这个强度百分之百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球体就会完全的粘贴到我们这个模型上面去 好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说说包裹的变形器 好 那么关于这四个变形器的讲解 我们就讲解到这里 那我们下一期课再见